你还在国家队 一年以后你去端盘子去了 然后你这边跟赞助商谈着 要去做一个船长 那边你去端盘子上菜去了 就这种 什么都干过 里边什么我都干 就从那个什么切菜到端盘子都干 所以这也是为将来开餐厅做好准备了 也是全机准备 对 也算是 这都学习了 人生读的每一步路都算数 没有白干的事情 那角色切换真的挺厉害的 拖了工作服在这 就谈赞助谈支持 是的 所以有时候你知道 我看你故事 我就有时候突然想 我想那个小小的金坤 他如果那次第一次还中俄海的时候 他中途 他就失败了 那这人生会什么样子的 这白马王子是吗 特别喜欢看那种海洋片 你知道吗 这船怎么沉了在里面 然后包括寻找那个Moby Dick 那个白金的故事 然后都是跟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发生关系 然后哇这浪打过来 当然你在科学上可以解释 但你总觉得那里面蕴含着更多的一些你未知的事物 然后尤其是天黑的时候 哇 就像一条黑夜的巨蟒一样 对我来说 随时把我吞下去 然后毫无办法 然后我觉得一个孤独的水手 就像跟一个黑色的巨蟒在搏斗一样 我现在开始我都不眼镜拿下来 我才能看才能看 然后然后看远处 又得把这事情戴起来 今天我47岁 这种对英雄主义的渴望 冲动更强烈了 我觉得它是一个巨大的励志的故事 一个inspiration 不是简单的一个励志 这背后有非常多的 它的对世界的一种处理的能力 是一种重新创造自身的能力 我觉得潜意识是不是也是 对我正在衰老的某种对抗 就是你意识到你可能要衰老了 所以你就更想去克服一些自己的恐惧 或者更早去看看那些未知的东西 完了我这英雄主义的设想全都破灭了 那上一所游会出来了 你看到 徐老师 欢迎 就等您了 都准备好了 真的 那个比咱们看着大好多 那个大适合坐保障船 这个呢 咱们就是 你不想体验体验真正的航海 这个就 这已经够豪华的了 我感觉 这个也不错 这个就小一点 你最近回来这段时间什么感觉 不在船上之后 会想念海上吗 有时候感觉比在海上累一时回来 回来的工作特别多 就说人群比那个海浪还让人疲倦 对对对 每天要说很多话 因为我在海上有个有个好处 就是我可以每天可以让自己不用说话 专注海 专注风 专注水流 但到岸上以后 你就要开始专注 每个人的这种内心了 对那些人就跟浪似的 你要处理他们过来是吧 可能对也是一种风浪 对对对 也是一种风浪 你也要关注它 情绪的风浪 人间的谈话的风浪 是的 但是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好 就是 是这些年就慢慢练出来的是吧 也许是吧 很多的训练 还都是其实通过航海 开始训练起来的 就是包括你对那种 细微的东西的感受观察 你给我讲讲这艘船 怎么让我们外行人理解这个事情 这艘船 这艘船是法国建造的 法国建造的 它只有41尺 我第一次还中国海的船 只有22尺 就是把这条船砍掉一半 哇 就到那儿 对对对 就那么小的船 人个尺寸全都是所小的一半 当然同样你知道我现在环球 现在我们的那条 以莫卡60的超级赛船 是这条船的两倍 嗯 小老师你看这个 这就是主帆 主帆 这个这一面 这是一个最大的帆 这个是主帆 去年老母路跨大乡 比赛回程的时候 我换了三面帆 一面帆有300多平米 我那个桂杆30米高 这个可能都不到10米 然后300多平米的船帆 抱了以后 直接掉到海里去了 船还在跑 那个帆在海里边 就像那个降落伞一样 被兜着水 你想踢根本也踢不上来 几十吨的海水 我就跳到海里 就要把它切掉一点点切成碎片 再拿回来的这样的 这样的 很麻烦 在海上一定也很细致 把这些问题 永远都扼杀在它发生之前 我应该去远航了 哇 这不一样 这像海盗 这像海盗了 真的 我说你自己得累死了 我感觉你得 我感觉像劳动者的乌业 哈哈哈哈 再来一点 好嘞 现在就是完全地靠分航性了 哦 到时候没有陆地之后 怎么判断方向 如果没有那种什么 那先进的GPS系统的话 是怎么看 看海图是吧 对 如果完全没有的话 就靠方向看海图 但海图呢 如果只有海图 你还需要一个定位的办法 就是叫天文定位 对对对 利用星星 对 太阳 嗯 和月亮的这种角度 对 这个需要一个六分仪 需要一个仪器 对 六分仪嘛 对 这种都是最原始的导航手段 所以当时那些冒险家可真厉害 那边什么库克船长那些人 不就靠这些吗 对 对 靠这些 而且也不知道有澳大利亚 哪都不知道 就去了 我就好崇拜那种人 我也去 所以你想 是啊 你说你说 哥伦布冲着找中国去了 结果找了一些美洲大陆 你说他不知道啊 哎呀 以前你像 玻璃尼西亚 像我们环节都是去过那里 那里更神奇 是3000年以前 人们的航海探索行为产生的 是啊 是移民的运动产生的 一连串岛屿嘛 对啊 你看3000年以前 那真是 哇 你想想 那个时候都是用独木舟 而且都滑到夏威夷去 对啊 而且你根本都不知道 前方有什么陆地 那时候 你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对吧 就是真的就是靠星星 靠摸水的温度 那么圆的航行 我其实最好奇的就是 他们如何相信 前方有陆地 这样子 所以通过航海 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 你有没有注意到 玻璃尼西亚那一带 包括夏威夷 还有毛利人 都是战武嘛 他们都号称 世界上最强壮的民族 那里的人真的很强壮 但你有没有发现 菲律宾人就非常的瘦小 所以这就是 以前那个航海路线 身体弱的 胆小的 都留下来 留在近海这边 对 只有那些最强壮 最勇敢的基因 慢慢地到达来 那最远的地方 那时候 心里就一个想法 我就是我再也不想 回到那个山里边那种 没有目标的日子 有时候都说 像家庭环境教育的话 我的家庭环境 几乎对我没有任何的帮助 同小的大就是 比如说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说不上来 对 讲起来也不知道说什么 家里就是农民 同小我经常一睁眼 家里就没人 晚上回来 家里也没人 就说很晚 他们才回来 你能改变就改变 不能改变 我们也只能太生气 没办法 我觉得当然也就是因为 这个环境 你说也可能也激发了我 为什么 就那时候因为 是我出事的时候 被抬着上级舞车 那时候都 我觉得就是一个 半昏迷的状态 也不知道 就问 然后就听到周围 所有人就说 这孩子飞了 这孩子飞了 但后来什么都没记得 就记得当时这些话 这句话还是 很大的一个 要证明是不存在的 是 这从进体育队开始 我认为 改变 今天这太挺硬 都是硬 看你饿了是吧 真是太饿 导了一睁眼 打了个视频会议 看看他现在跟咖啡品牌 在聊今年的咖啡路 体育 包括以前体育的时候 为什么说从体育开始 一个是找到了特场 或者也找到了一个方向 如果不是因为体育 你根本都出不去 我就想 我说我一定得带来留下来 在国家就是去了不少地方吧 嗯 对你有什么印象啊 哇 真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城市 那时候真 咋俩一样 我第一次说我也去美国 我说我天 那时候 但是那时候的概念就说 太帅了 他不会跟你发生关系 对 但是那时候就像看到一台 宇宙飞船一样 是 他跟你愿不会有关系 冥冥之中 冥冥之中 哇 所以你要买这套就是 看到那套 就是那套 哇那太神奇了 嗯 对啊 你说秘密也没有意思 根本都不懂 那时候认真 一个土小孩 土小孩 我从一开始 我就不是我们 对里边和教练的 青睐的对象 嗯 就是到现在我也有这个毛病 其实有点社交恐惧症 甚至对人的交流 有时候是一种压力 嗯 我宁愿选择 有没有人让我自己 再来吃顿饭 不说话 就是直到我08年 我直到上了场比赛之前 嗯 我都能 我都能感受到 我们教练都没有放弃 想要换掉我的念头 嗯 所以你那么一直在 这个血压边上 嗯 同来就没踏实过 嗯 我这上半辈子 就同来没踏实过 所以就不能放过每个机会 对 嗯 晚上在房间里边 我们的队友都是在看电视机 嗯 在休息了 我就得自己练打圣洁 嗯 因为我教练说 他没有办法叫我一个手打圣洁 我就得自己练 嗯 因为一个时候 弄个暖水壶 拉个绳子练 每天早上起来 第一个事就是 在卫生间里面面对着镜子 告诉自己 今天一定要努力 一定要平行全力 嗯 见了人一定要说话 将来教练一定要问你好 跟队友们一定尝试去学会去沟通 学会交流 如果你这一次失败了 嗯 你就不用回去了 你跳到那个海里边 撕掉就行了 嗯 嗯 所以好不定成江湾比赛 那国家队员还解散了 对 所以肯定不是这个地方 应该还不是 你先多多看看 哦 有点像吗 里边有个旧厂房 真是闹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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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把你的记忆拆除了 我们队伍的解散之后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哇 后来我想算了吧 所以那可能 就是一场梦就结束了 嗯 后来正好我有个舅舅 嗯 有个亲戚在东营那边多建台 我说我跟着去学着多生意去 嗯 开开心心的喝酒 吃吃肉 我觉得也很快活 但就是好事都过不了超过一年 嗯 永远都是我的坏毛病 嗯 突然有一天 我就看到了 有人在环球航行 哇 那时候我突然意识到 哎呦 并不是没有了这个队伍 你的梦想就需要去破灭 那时候我在那家十九岁 嗯 十九啊 十九岁 那我说行 那我说我要出去 我说我要去环球航海 嗯 你要环球 你现在从翻中国海开始 那过程很难吧 因为你其实 一半该怎么办 又没有那条路了 嗯 怎么弄呢 第一步做什么呢 第一步就没方向嘛 第一天晚上就住到医院的住舍室 嗯 没地方住 嗯 然后还比 你钱还攒得攒着 还有点小面子 晚上都有 有时候跟朋友见个面 嗯 我说就拿 我说我订好了订好了 你们走吧就散了 散了又跟你去 一开始聚了还挺紧张 嗯 还怕被人赶出来 嗯 还挺聪明还看一看 分析分析啊 什么时候医生会过来 嗯 什么时候少晚一点 嗯 十一点以后才敢进去 嗯 这跟后来航海需要天分差不多 浪来没来 然后什么时候躲一躲浪 对 不敢早进去 嗯 滑一点 嗯 这个地方当时是不是在青岛挺有名了 做一个做一个海员都来的地方 啊对 嗯 这里这行 为什么在这儿吗 就是因为以前这边 嗯 水手啊一些国外的水手都会经常来这边 他们就会告诉我 你要坐 你这个船得这么准备 嗯 那时候就经常在这儿 这下这不就跟那个 高老板认识了 嗯 我说这么多钟表 啊 我小时候看那个瓦尔特博为上了热窝呢 哦 那个钟表店嘛 那个 哈哈哈哈 有了那个感觉 那时候青岛师们 您是最早听这批音乐的人吧 啊 应该差不多 是吧 应该差不多 copy那时候基本上都是 翻路 翻路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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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对他第一印象什么印象啊 他给我带着葡萄 老家出婆 苹果的葡萄很有 老家的苹果葡萄 对对对 啊 您看我 他这书吗 他写到您 啊 说那个 餐厅老板高军收留了他 怎么他收留了 哈哈哈哈 啊 他睡了个包房里 嗯 我把我开店的时候我就 我那个踏是民国时期的 嗯 嗯 我就很多梦想是从那个踏上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找了无数的人 嗯 写了无数的方案 各种人给我扔个方向 说那边有个东西可能 我就跟那个小狗似的 扔个杆我就跑了 啊 去追这个企业 追了半天人家搭回来 不可能 回去 晚上熬到半夜 早上早早起来 一整天干活 下午见人 晚上回来接着呆 赶紧工作 嗯 根本找不到船 您当然认识他的时候 你绝对想不到他后来 可以实现这么多事情 啊 那真是厉害 我做不了这个 嗯 首先说我不是做一个人的事的人 嗯 不敢不敢 嗯 真是不敢 我从小的梦想是要开个幼儿园的 哈哈哈哈 差不多 带着开了一块 这差不多 这很好就幼儿园比较大而已 小孩比较大 差不多 真是差不多 所以您看过他那第一艘船吗 第一艘梦想 郭尔寺我知道 嗯 我知道那我朋友的船 因为靖昆不知道 我给我朋友打电话 我说 不容易你帮帮他 嗯 就你也是被他的精神感动了一下子 不就是 航海圈儿就这个样 嗯 就这个样 哎 这个海上航行中 嗯 一般我们分两班 嗯 四个小时一班 四个小时一班 你在舱里睡觉的处 嗯 那上面那些人 你信得过他 嗯 那么三十班的时候 人也信得过咱 反正在那时候 潜意识上 突然一看到这船 有了希望 嗯 终于一条船了 嗯 嗯 那个工人说 扔的扔着三年多了 都没人碰 他们船上一直都在想 怎么把它能报废拆解掉了 扔到哪 那么大个东西 因为我知道怕人家带风险嘛 嗯 我这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我都可以跟你签 签生死状 签协议啊 我出了事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你信任我一次 你信任我一次 对 嗯 后来终于把这个事说通了 我就开始 回家过年了 嗯 好歹让我过了个好年 嗯 你至少有一个方向了 对有个希望嘛 有一个小破船在那等着你了 嗯 正月十五还没出来 我就跟家里就告了个别 我说我得走了 我就躲车 来到了那个飞起的船上 那时候还很冷 冬天北方 我就住到那条小船上 拿个水袋 就开始修船了 嗯 我冷死了也是 后来我在船上附近 还是找到这个小房子 嗯 找了一个农户 有一天看到一个老婷 说我有个家 一间 你进去 老两口收拾的房子很干净 嗯 他们一间 中间是个客厅 旁边另一间给我 嗯 所以你就住这个家 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的屋头 为的事儿 我也不靠这个赚钱 拿两百块钱吧 行两百块钱 住下来又 那时候也没厨房 我记得老大爷房间里边 借给我一个烧水壶 煮面条式 太幸福了 你家 玩穿这个东西 他会上瘾的 嗯 怎么就怎么就上瘾了呢 我觉得可能是性情中人吧 嗯 你走的时候 我们从西洋坡走的时候 说有人来送你 你就眼泪 巴拉巴拉巴拉 嗯 然后到了青岛 人来接你的时候 你眼泪巴拉巴拉 你就忘了那个铜了 人船厂呢 里边不是也有很多工人吗 我那时候天天就跟人套近乎吧 看那个工人一休息的时候 赶紧过来问 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修 一看这个工具不用的时候 我说现在能不能给我用一下 我说给我两分钟 行赶紧拿回去两分钟 打磨打磨切割切割 包括有时候需要一些什么螺丝 我就在船厂里面转 剪 剪那些旧的配件上 拆下了螺丝 剪那些螺丝啊 剪那些材料配件 去维修那个船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 最享受的就是 玩号压旋的时候 船上的电来是要什么 要完整性 就要一整天电来是完整的 因为你这样中间 不会有短路的风险 我一开始不知道 我以为是星星照的 其实不是 它是海水跟船体 有个什么化学反应 就是看水里面就像是钻石里的 所以就有很多小线头剪下来 我就把这些线头拿回来 拿着烙铁 一条一条汗 连接起来 做成我船上的电来 哇 就海底宝藏出现 哈哈 然后你也就想要钻石 不就这样了 所以说这个是 九个月 我把这条船修了起来 跟我修好了 那个船跟以前都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第一次修好一条船 从第一艘这个船起 你跟船的这种关系 你是重新创造了就是这艘船 某种意义上 我同样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它就像是一个被遗弃的枪 而我是那个没有枪的士兵 嗯 跟你是共生的关系 对跟我是共生的关系 嗯 这个第一条船 让我真正的实现了第一个梦想 实现了一个目标 让我学会了相信 嗯 其实如果那一次失败 我可能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再起来了 可能有时候人就彻底会被打垮了 嗯 不光是被外界的东西打垮了 自己那道防线就没了 嗯 甚至可以说太幸运了 嗯 真的让我学会了相信 这种信念就帮助我后来 一步步到现在 放个昨天 怀旧一下 一手昨天送给蒋昆 完全都没了已经了 就这样了 船长 是真的 应该不是这里 应该不是这里 对啊 一走一段好像在那个 你看那边山区 应该是在那个小村子里 那里面 嗯 那时候二月份住在那床里面 对 看冷了 嗯 再回来找到那个农户那个 老大爷那个小房间 和温暖的地方了 看现在就是那个船长肯定拆了 现在 距离又不好找了 但那个村子已经是很清晰的印象了 就是这样了 这就是以前住那个小村子了 我这工资这么高吗 现在 AVB测试几页 工资每天三大五八 那么很多钱啊 太好的东西不太真实 真是啊 嗯 没错了 就这了 又拆了 大爷家在哪呢 啊 想想啊 哎 你先抖出来到这儿赶集市 就在具体哪一条胡同里边 我看他能不能找了点线 好 夜间航行两条船在一块 啊 不要再分开这么远了 速度速度 嗯 其实我看到这种面子 我还是已经恐惧的 比如我现在掉下去 你完全没有任何办法了 就这种感觉 我记得我以前环冲过海的时候 第一次来海南的时候 我开着船也是这个晚上的时候 经过了这篇海域 那一年不是一直都讲世界末日吗 2012年 反正就是那一天到在这里 所以在末日 在一个未遂的末日到来了 我说这路径还挺好的 亮了灯光的 我说这没啥事 然后网友发了个碰红圈 我说我还活着 我说你们都还活着吗 最多的就是活下去 那次上次 比如讲起来就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 但是让你在真的经历那种东西的时候 你随时一个失误都有可能会让你回不来 这种感觉就是 所以航海确实也很容易激发人 那种英雄主义的精神 是啊 就是曾经以前有一个叫拉菲尔的人 在某一些比赛当中 在暴风当中在南大西洋 就跟房子一样高 八米九米那种巨大的海浪 狂消在海风这种冰冷的海水 有一条船沉了 它是在很远的地方 它后来又折返回来 顶着那个暴风 回去愣是把这个人 在漆黑的夜晚里边 找了当时找了一天一夜 找多长时间 愣是就把这个人给抓回来了 哇 但那时候 就他会救人就意味着 那就是个鬼门关 那就是个地狱 你知道吗就是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故事 你真的就会 你在 你在这种 你会有眼泪 你知道吗 你会有泪点 就因为你经历过 你知道他在面对的是什么状况 吗 油 我 你 我 我 谢谢观看